俗话说,路遥之马力,日久见人心,时间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能力,它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出一个人是真情还是假意,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一个人的人品是好是坏,我们都仰仗时间,相信能够经得起时光历练的东西才是好东西。 然而,时间也是一种成本,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成本可以投入,而且如果不能快速地得出结论,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,比如和一个人品差的人交往,和他交往的时间越长,就会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损失,甚至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。 可是单凭第一印象,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,难免会失之偏颇,那么,究竟如何做,才能快速看清一个人呢? 其实,用这几招,无需日久,就能让你在短时间内看出一个人到底是人是鬼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,观察他看待问题的方式。 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,每个人都各有不同。 有的人习惯从自己角度出发,有人则喜欢从全局出发,一个经常只关注自己的想法,而很少去考虑他人感受的人,往往不懂得尊重别人,而且很自私。 他们往往只想从别人身上获取利益。 至于别人是死是活,他们根本不在乎,他们不会因为利用了你而内疚,也不会因为损害了你的利益而感到抱歉。 他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自己。 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朋友,更不适合成为之己。 听他说完一些话之后,有什么行动? 孔子在《论语》公野掌中写道,听其言,耳观其行。 我们不仅要听一个人说了什么,更要看他做了什么,也就是是否能够言行一致。 现实生活中,想要真正看清一个人,同样也是如此。 唯有真正看到对方是否言行一致,才能真正看到对方最真实的样子。 《道德经》中有句话, 父亲诺必寡言。 那些轻易许下承诺的人,往往很难兑现自己的誓言,慢慢就会成为一个没有诚信的人。 有太多的人,不管面对谁的请求,不管是否能够兑现,都会马上承诺。 甚至有些人到哪里都是夸夸其谈,炫耀吹嘘,但是之后却永远无法落地,也早已将自己的承诺望到九霄云外了。 对于那些只知道乱承诺,从不复出实际行动的人,也就是没有诚信,真正的不可信,不可教。 更不可将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,只会让自己的损失加剧。 对外许出的承诺,能做到才可以答应。 如果做不到,绝对不能胡乱应允,这是一种信任,更是一种负责。 当一个人渐渐失去信任之后,不管他做什么,都没有人真正愿意与之为伍,结伴同行了。 观察他的语言和行为。 俗话说,言为心生。 这句话虽然不完全正确,但也存在一定的道理。 如果一个人在看到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时,习惯性地卑躬屈膝,看到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时,不自觉地流露出轻蔑之意。 甚至粗声粗气地对待他们,显而易见,这个人是一个势利眼。 在以后的交往中,如果你有利用价值,他会将你奉为宾客,如果你不能为他带来利益,他就会将你弃如碧蕾。 如果一个人带谁都和和气气,那就意味着在他心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他注重的不是一个人的身份,而是这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最本真的样子。 和这样的人交往,你会觉得自在坦然,会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闪光点。 这样的人,浅谈深交都合适,看他有钱的时候,花在什么地方。 诸葛亮的《戒子书》中写道,静以俭身。 坚以养德,淫漫则不能利精,显造则不能智性。 一个人只有内心宁静,才能修身养心,也只有减苦节约,才能涵养德性。 不管自己多有钱,也要勤俭养德,不能伺机交涉无度,故意去做一些德性败坏之事。 想要看清一个人,在他有钱的时候,看他把钱花在什么地方,就能看出这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样子。 有的人平日里不温不火时,看不出什么端倪,一旦有了钱,就开始变了一个人似的,真正的是德性败坏,有钱媒体,专门去做一些违背公序粮俗的事情。 整个人也是膨胀得看不起人,四处炫耀与挥霍。 有的人通过奋斗有钱之后,可以保持最初的初衷,依然还可以坚守做人的初心,没有将钱用作浪费或者是错误的地方,而是赡养父母,帮助他人,更加热爱公义,积善行得。 那么这个人就值得深交,有钱,不仅可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,还可以释放人性中最复杂的一面。 只有那些有钱之后,依然能够坚守初心,积极向上,没有变成颓废一面的人,才能忠诚大气,也更加值得交往。 看他在低谷时的表现,人生不如一知识,十之八九。 低谷时的状态,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色。 一经云,屡霜兼冰至,寒霜之下,冰封万物,是坚韧还是脆弱,分外明显。 在逆境中,有的人能够咬紧牙关,坚持信念,不抛弃不放弃,有的人则选择逃避,甚至失去自我。 这其中的差异,正是衡量其人品力量的试金史。 艰难困苦是个修道场,观察一个人在困境中,是否能保持坚韧和乐观,是否仍旧能坚守原则,便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面目。 看他在松弛状态下的行为,人在松弛状态下,往往最能流露出真实自我。 闲暇无事时,是否还能保持自律,不沉迷于无端的快乐。 这些无意识之中流露出的品格和修养,往往比刻意的表现更加真实。 《论语》记载,子曰,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。 在不经意之间,行动远胜于言语,能在不受约束的环境下依然坚守自我,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信赖和深交的伙伴。 最得意的时候,对人的态度。 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,往往容易骄傲自满,忘乎所以,暴露出自己最本真的一面。 有的人在自己的高光时刻,刹那间觉得无人可及。 看不起身边一切人,不管是谁,都觉得不能跟自己相提并论,不管走到哪里,都觉得自己似乎高人意的,一旦遇到不同意见,就会大发雷霆。 这样高高在上的人,根本听不尽别人的建议,只会在唯我独尊之下,失去身边人的信任,渐渐远离。 但是,也有的人能够在自己得意,成功时,依旧保持谦虚与低调,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尊重他人,不会因为自己拥有财富或者名气而骄横跋扈,反而更加谦卑和蔼,真诚待人。 这样的人,普遍具有较高的个人修养。 在为人处事上,懂得分寸,与之为伍,更容易拥有成功。 所以,一个人在自己最得意的时候,也是自我最真实的样子,也给我们判断出是否值得深交,以及这个人到底能够走多远,观察他的生活习惯。 威尔·杜兰特在《哲学的故事》里写道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,因为优秀不是一种行为,而是一种习惯。 习惯,透露了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。 如果一个人做事情,总是朝勤暮处,三心二意,显而易见,他不知道长情究竟意味着什么。 也不会有人会值得他交心,值得长久地认真对待。 这样的人,只适合做一个泛泛之交,不适合掏心掏肺,你今天跟他交心的话,明天就可能变成了他人口中的谈资。 如果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,风雨无阻,十年如一日,那么他必定很懂得自律的含义,而且有自己的追求,人格坚毅。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放弃,更不会轻易堕落。 和这样的人交往,你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,越来越自律。 牛顿说,我可以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规律,却无法计算出人们内心的疯狂。 最复杂的是人性,最难看出的是人心,一个人看问题的方式,他的语言和行为,他的生活习惯,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掌握一个人的性格品质,避免我们交友不慎,想要找到真正值得信任的知己,时间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。 感谢您的工作室